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橋,我是鮑伯 我是維恩 我們的東京隨機冒險已經來到第六集囉 那還沒有看過其他極速的人呢 可以先去看之前的極速,那規則如下 東橋從東京都鐵道類的655個車站中隨機選出4-6個來安排行程 選出後只能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前往的順序 所有的景點餐廳必須到了當地之後才可以開始查詢 完整的規則請自己暫停觀看 那我們就來抽 35 4個 門前中丁 對,但是如果太熟的地方其實就不好玩了 好玩 16 他 27 25 26 多磨穿 好啦好啦,多磨穿也還好啦,應該還好 A 5 OK,也是很近的啦 23 Nu 兩站而已 一 一 早帶站 好,那我們今天抽到的就是門前中丁 多磨穿 江戶川橋跟早帶啦 然後我們的備用是平和台跟俠間 yoshi 诶,我们今天的行程的第一站怎么没有从高原市车站出发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的第一站就要找代 那找代离包伯家大概走路15分钟20分钟就到了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行程是因为找代附近有很大的景点 所以我们先走路过去那个行程 就包伯已经知道的行程 之后呢我们到找代车站之后 我们再搜寻一次看有没有什么其他行程漏掉的 好,我们的第一站呢就从高原市附近的 包伯家附近啦 这当然不是他家的缺切位置 好,我们走路确实大概15到20分钟 就会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站 平和之森公园 找代站就在公园的旁边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平和之森公园一带啦 那这个公园还蛮大 我们就跟着走走逛逛 然后享受一下悠闲的上午吧 这个公园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很多 我在想大家如果就是这几集都有看 会不会觉得说奇怪这两个人 这我喜欢公园 不是去公园啊 就是找饭吃 车站附近很多都是什么景点都没有 你又不是说东京每个车站都有景点 对不对 其实我是觉得可以这样看 第一个是说因为东京它的绿地绿化政策 做的还蛮好的 所以到处都有绿地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车站附近也许啦有一些小店 但因为店家如果是说我们要进去买东西什么的 不是那么好拍 所以我们会尽量找那种户外的景点 然后或者是当然最直接就是吃吃喝喝嘛 所以大家会比较多看到的是这些内容 哇这一看今天的颜色好像动画 我们现在在哪边 我们现在在早代公园体育馆的最上面 你看往那边仔细看可以看到Skytree哦 模糊画质没对焦Skytree 要在这边吃东西哦 这公园应该蛮适合亲子 还有小朋友可以玩水的水池 那这种大型规模的公园里面 有时候也是有些餐饮店 像这个Mori no Naga的咖啡店 我们现在已经到早代车站了 那我们首先呢在这个商店街晃晃 这边呢可能是有一个钱汤之类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往上面走可以到无铁炮 应该台湾也蛮知道的一个拉面店 然后我们也会顺便在这边 车站附近的商店街逛逛看看 我觉得这个商店街啊 有一点点给我那种夏北泽的感觉 就是它这边餐厅整的蛮多 然后看起来店家还蛮有特色 真的虽然蛮破旧的 但我觉得破旧的有味道 我后面这一支汤啊 我猜应该是早代当地人喜欢用的钱汤 那我觉得日本的钱汤文化其实真的蛮兴盛的 其实真的蛮兴盛的 在我们拍的这六集里面应该就去的 有路过两三个像这种钱汤的场所 还蛮有趣的 好 所以我们在早代的行程应该差不多协数了 对 那刚刚逛一下啊 我是觉得这边虽然小小的商店街还蛮密集 可是有一种就是 如果我住在这边的话 好像可以找到一些好吃的店家 一些生活机能其实算蛮完备的 我们从早代大概坐30分钟的车 然后转两次 经过池代就可以来到江户川桥啦 那今天上午的行程呢 其实离新宿或者是上野啊等等市区的地方并不远 好 我们现在到了江户川桥站 要来找这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好啦 我们查一查这个附近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走的行程 我们先吃这一家包裹很喜欢的山头拉 是一家味噌拉面店 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江户川公园 稍微散步一下 来这边这个 呃 应该是庄山庄吧 这个附近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 应该这里面也有个日式体员 它是一个饭店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到这边啊 带大家看看 日本其实有各种不同的 什么什么什么版 什么什么版 就是上坡它们其实都有一些历史 然后有时候走起来是蛮舒服有趣的 然后我们最后行程就来这边结束 好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这附近其实蛮接近就是神乐版 但因为我们是随机冒险 所以那边的景点 我们就有点刻意避开啦 我觉得我们今天早上抽到这两站 还蛮不错 刚刚那一站是 没有很热闹但还OK 然后这边基本上已经接近神乐版 算是蛮不错的地方 对啊我们今天抽到这 其实算蛮幸运的 就是很靠近市区 但不是超大型的观光景点 对 所以反倒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掘的 所以我们今天算是东京的都心一日游 对今天大家真的可以参考一下 对 那我们现在要吃的第二次 包裹觉得东京最好吃的味噌 麵店叫做三途 今天已经吃第三次了 好啦我们吃饱啦 我问你对包博这家爱店有什么评价呢 对其实我的感想还蛮多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吃味噌拉面的人 你应该知道 对因为横冰加系应该算是味噌类型的吗 比较味噌头部类型的吗 比较味噌头部类型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之前好像没有特别好的经验 但今天这一次这家 让我的味噌拉面这个系列整个改观 然后我有感觉是这样 因为它的面算是蛮浓郁的 然后它那个汤上面其实有浮一层油 然后它的汤体本身也是很浓的 但是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 我吃起来竟然不腻 对对因为其实我这个人是喜欢吃清淡类型 可是它很屌就是它很浓又很油 可是吃起来我整碗都吃完之后 我并没有觉得说非常有负担 然后它的面呢味道很多层次很复杂之外 我觉得很酷 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料 但是它有一股很独特的味道 对不知道是加了姜还是什么 然后那个味道有一点好像鲜味的感觉 然后会让我觉得不腻 然后会一直想要把那个汤喝下去 然后把配着那个面吃完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面很Q 我很喜欢 然后它那个叉烧是瘦肉的 然后有一点口感的类型 然后我也很喜欢 所以它整碗就是完全改观了我对于味噌 跟浓郁系的拉面的想法 伟人讲了一分多钟 把鲍伯想讲也都讲完 但是这不愧是鲍伯就是喜欢的爱店的其中之一 我可以就是每一个月都来一次 然后我觉得就像伟人讲 它吃起来就是虽然看起来很油 但是不油 其实不油不太腻 然后我觉得它也算是一般人 认知中味噌拉面 其实跟一般味噌拉面的味道其实不太一样 那这也是日本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它虽然是归类为味噌拉面 但其实它味道跟 我觉得跟味噌其实有点差距 所以可以来吃它 如果有那种拉面打人知道 这个家的老板吃 用了什么特别的料下去 煮出那个味道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了 好我们现在吃饱了走走路 啊下一站刚刚有找到咖啡厅吗 呃其实没有特别找到 但是我们刚刚一出站 所以我们一家 不想像蛮特别的咖啡店 对 咖啡豆的我们可以再看看 好我们去找找看吧 Let's go 你跟这个江户川桥这边的区域熟吗 嗯我跟神热板姐比较熟 这边其实蛮少来的 因为我刚刚在看它马路上 有一些办公大楼 有一些上班族 但是我们逛一逛好像又有一些住宅 所以这边感觉有点像是那种 偏混合区 应该可以做 对对 可能蛮多中小企业的好像 对 我们刚刚在吃那个 掌握拉面的时候 也是来来往往的 看了很多就是工人 对 然后可能像我们前面排的也是上班族 后面排的可能是来玩的 对所以它算是一个住商都有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到了江户川桥的地藏通商店街 还有商店街小小短短的 但还蛮可爱的 我们现在来到一家 看起来就是还蛮 蛮有复古的感觉 然后咖啡很平价的 蛮没心 就在那边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吧 可是我们没走什么路 对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在这家咖啡店的三楼 然后刚刚想说这个咖啡才390 可能没有很厉害 但是其实发现它们对豆子还蛮用心 刚刚还提供三种豆子给我们选择 然后我觉得这个店 小小的但是坐下还蛮舒服 我们喝完咖啡了 然后下一个景点要去哪里 一个叫庄山庄的地方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饭店 然后里面有一个花园可以看看 好 那其实我们走到这里还发现 这边的景点真的蛮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人在这个位置 现在地 我们要沿着江户川公园这边慢慢慢慢走 然后走到酒庄山庄这边 好 那这里就是江户川公园附近 可以逛的景点啦 我们这几天都在拍冒险嘛 然后经过了非常多的学校 就是不知道怎样就觉得好像学校密度还蛮不错的 每一站出来那个住宅区 都有很多小学校或中学校 他们可能是比较小班教学 对 就是一个学校里面可能班级数也不多 像台湾的话以前你的 我国中的时候就好像有三四十个班吧 对 是关口台丁小学校 然后去的这个 然后去的这个 hotel在这 你之前是有来过这个吗 有 就跟我朋友也是散步的时候经过这边 就发现说 哇既然这个hotel里面有这么这么大的一个庭园 就像到大自然一样 对啊 你不说的话 光是拍这边会以为是什么 等等立西谷之类的 因为我想象中的 这个饭店的庭园应该是那种小小一个日式庭园 但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算户外的 对然后这个户外它其实还蛮特别 是它应该是这个丛林里面 就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餐厅 对 你只要慢慢找可以找到一些他们的细节 这个hotel真的超厉害 它的造景啊 就像小京都一样 你看这边有这个什么 三重塔 然后后面有像蓝山一样的竹林 这个三重塔其实也不是造景 它就是一个真的有形的文化材 原本是在广岛线的样子 嗯 接下来我们要坐40分钟左右的车 从江户川桥 来到东京南部的边边多摩川 第三站 多摩川 多摩川 这站还蛮大的 看月台就知道了 行程达人差的怎么样 好这边跟我们上次第一集出现过的田园掉不起 只差一站而已 所以我们就避免去过了景点 那我们就来 今天的主题呢 应该就是公园之游啦 所以我们在多摩川站这边 然后左边右边都各一个公园 我们这两个公园都稍微逛逛之后呢 我们就在丸子桥上面走一走 看看能不能看到这边的城市景色 所以我们今天抽到很多地方 刚好都有公园对不对 对 可能因为住宅区吧 所以公园比较多一点 我刚刚一下车啊 以为这只是一个很随便的市民公园 没想到呢 竟然一下来见 有这么fancy的建筑 然后旁边还有还不错的咖啡店 这里 这里是一个像图书馆 然后活动中心的地方 那这个公园啊 不大有一些市民活动中心 还有一些艺术品 哎 车站的另外一边啊 就是多摩川台公园 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吧 那这个多摩川台公园 顾名思义啊 就是沿着下面的多摩川啦 最后我们在坐50分钟的车 从多摩川 回到东京都心附近的门前众丁 好这一站我们到了门前众丁啦 这边其实包伯跟我也算驾轻就熟 因为其实东西走投还蛮常在拍这个区域的 那我们就在这边附近的寺庙看一看 然后找到东西吧 这里我们好像还来蛮多次了 对不对 大概几次 十次左右 对然后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来 刚好遇到一个类似 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有蛮多那个小摊贩那些 对啊 前面好像有点点 有点点 然后这边这一条 其实就是这里的 算蛮有名的油顶商店街 对啊 这次听说排队排了几种鸡蛋糕 然后还热腾腾的 嗯 好吃好吃 那日文叫什么 baby cassette 就是小baby的一种蛋糕 就是迷你啦 迷你的鸡蛋糕 迷你的鸡蛋糕 对 迷你的鸡蛋糕 对 跟包伯的手笔就可以看得出来有多么迷你了 我们看一个地方夯不夯呢 看它有没有pachinko就知道 有pachinko的话 基本上都算是还蛮热门的 我觉得今天这一站啊 在我们现在这六级吧 去过的地方里 应该大家也看得出来 算是偏热闹 对 对对 因为它那个商店街 马路两边都有 然后油顶 然后店又多 然后现在这个寺庙的前面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 它这个餐道也算是商店街吧 对没错没错 就表餐道这样 没错 跟六箱徒手 徒手六箱比起来 那个最棒的烧肉店 拍完那一卡不敢进去 大家看到下一卡又在走路应该 有点吓到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富刚八番公 它是东京最大的八番公 那我们晚餐就来试试看这个 预计啦 是这个炭火烧肉牛和鹿本店 顺利也来到这家炭火烧肉 对 这是我们点的 浸姜牛 这家点的算特上三种的组合 看这个油花感觉应该还是很稳 好 嗯 浸姜牛 嗯 嗯 好吃 它那个 因为油花细细的 然后就 分布在肉的里面 所以一口两口肉的质地是 有口感 然后也有油花 但不味道非常的肥 好吃 下牛排 自己配音 应该是我们吃过最冷静的烧肉 真的完全没有火 没有那个痴痴声 一点都不热情 然后这个 哇看起来超特牛排的 直接 沙拉巴加酱油吃 牛排 要蘸一点点酱油 好 いただきます 哇 爽了 哇 这一块比刚刚那个 更软的 然后它的油脂含量更高 爽 好 我们吃完烧肉啦 好 那在第四站 门前中丁这边 就要结束今天的行程 哦 那我今天的感想就是呢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 美食公园之旅 就是因为 我们抽到了都心这几站 然后刚好它 附近都 我觉得 自然景观还不错啦 然后也 刚好两餐都吃到 很 算蛮厉害的餐厅 那我觉得今天的行程 就像伟恩讲的 就是以公园为主 所以我觉得 蛮适合来东京 可能五六次 然后不想要在东京的 大景点 人挤人 然后想要慢慢悠闲的 就是散步 然后享受一下美食 以及自然的一个行程 对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抽到这几站 其实刚好可以凑成一个 有点像 独家的 东京一日游的感觉 对啊 又有吃到 拉面 又有吃到烧肉 又有逛到神社 又有看到自然 没错没错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随机 东京随机冒险 第六集咯 我是宝伯 主人 大家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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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